编号环境的问题 确定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状况 然后其他的话应该OK啦 那我是把它拆 拆成两行 那你可以中间串间应该OK 好第1个第2个的话呢 刚刚我同学反应就是说 这个这个SS 如果是有什么 有点有没有 就是编号部分的话后面点0 那实际上是因为 你们可以打开来 按右键 这个Table按右键编辑一下 这个栏位编号 它预设是用那个数字里面 栏位大小预设好像是那个用Double Double就是 双精准 好像是双 Double这个 那你要记得如果不要小数点的话 几个方法你可以把它改成长整数就好 Long OK 那把它save之后 它基本上就不会有那个小数点出来 好第1个 第2个就是说开起工具啊 如果有些同学 电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SS的话 Driver还是有的 那 因为我记得 XP或者Server上 基本上都没有挂 它本身就会有 好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怎么样去开 基本上呢在我的云端上面呢 给各位一个东西 这个我也常用到的 就是 在哪边 分享区里面吧 因为如果你要用SS但是手边又没有SS的话 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里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蛮受用的 因为以前我在Server上 就不能装嘛 啊怎么办 丢上去之后 就可以建 Database 这Server上面也可以建Database OK 那如果你要开的话 直接把它打开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解压缩出来 打开来 直接点两下 本来没有SS的 就会有SS 有没有 就可以开了起来了 对不对 那你要create一个新的Database 也很简单嘛 所以以前 远端租用人家的Server的时候 就用这一招 就可以建Database OK 这个方法的话 提供给各位啦 OK 那不过这还是有版权的 不要分享出去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最后呢 要把它 就是送出查询之后 要怎么样 把 不要的东西清干净 所以 再重新再 好一下 基本上 非常简单 我把它back 回来之后 它清空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要清掉哪一些 也是切字串的 一些动作 基本上 忠孝冬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它会delay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它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有时候 多按几下 它才会出来 如果这个应该给user用的话 user应该会非常的complain 因为它没事 有时候还点一下 出来了 这个恐怕不行 所以在slate里面 可能要做一点动作 你会发现 我有把头去掉了 尾去掉了 其他不需要的把它改成空白 所以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只有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在画面上面 前面我想都跟 前面的那个get的sample一样 所以我就不讲 主要是把这一串 改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抓得到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只有改 切字串的部分 那要切哪些字串呢 特别注意我是去先去找 前面是讲找body 那我不找body 我找那个 有没有 那个 th 就是标题 tr th 加8 因为它有8个 再来的话 最后面在哪里呢 找body 再减8 为什么 因为 body减8之后后面还有8个 是不要的 所以头跟尾都切掉了 第1步 第2步的话呢 就把tr 全部 把它取代成没有 把斜线tr取代成 因为头尾的那个tr 不要 然后呢 tt跟tt变成空白 中间就变成空白 th跟th也变空白 所以中间都是空白 用什么 用repress all就好了 所以repress all一下 全部都改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呢 当然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做 切 去除不要的 这个 tug就可以 那不过正规的做法 还是要放在 thisview里面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些讯息 通通都 塞进 这个 塞进那个 thisview里面 那也许你可以 塞进去的不是 全部的资料 你可以是 那个人的名字 当他按下去 某一笔的时候 再跳出详细资料 在alern dialogue里面 这种做法是 比较正规的 不过 恐怕要做很多事情 不过前面都有做过啦 OK 另外一种做法是 传回来的东西 全部都要塞到 CQLite里面 有没有 然后在CQLite里面做查询 或新增修改 这些动作 不过这些我想各位可以 再试试看 OK这里的话 请各位在 把这边完成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那最后 剩一点 时间 我等下讲 有关 Stray的部分 Stray跟Stray之间 要怎么样做沟通 那 比如说 我这开一个Stray之后 那他做完的事情 我怎么跟 主Stray 通报说 他做到哪边进度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你在 查询会有个进度 你可以随时回报一下 然后呢 在上面做一个 那个 进度的 那个 Plus Bar 他可以显示 目前的进度 那这样也可以让 User觉得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还知道快查出来了 这样会感觉比较 这个UI的部分 会感觉比较好 那这部分怎么做 等下再来看 就会让它们 我们下转 就会让它们 再来看